中国首次在对外争端中使用登陆舰 菲律宾会不会被拿来练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先生 关注中非在南海博弈的人应该注意到 过去中国在应对菲律宾挑选时 通常只出动海警力量 或者有几艘护卫舰执行警戒任务 最近中国不仅先后派出了四艘055万吨大驱 在南海活动 还在南海展开了以登陆舰为核心的演习 据央视报道 由登陆舰 丹霞山舰 老铁山舰 庐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 在南海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全天候作战演习 训练任务包括两艘舰艇并排停泊和救援演习 该编队还进行了防空训练 在此期间 敌方的无人机在特遣部队的多轮射击之后被迫撤离 央视只说了 这次演习是最近进行的 没有具体说明在何时进行 视频显示 072A型坦克登陆舰 丹霞山舰 通过释放烟雾 对其他舰艇执行掩护任务 演习中还测试了中国海军的应急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073A型登陆舰 卢山舰主要负责投放两栖作战力量 进行抢摊登陆作业 这次演习的背景是菲律宾与中国在仁爱礁的冲突计划 飞方有数名士兵被缴戒 而在中非海警对峙之时 解放军将两栖登陆舰部署在南海 不仅是第一次 而且也释放了特殊的警示信号 最近早接收后 一艘中国海军的075型两栖攻击舰 和一艘071型两栖登陆舰 分别被发现出现在南海争议水域 有的靠近仙兵礁 有的靠近仁爱礁和中越岛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中国为何开始在南海争端海域 部署两栖登陆舰和两栖攻击舰呢 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 就是对菲律宾实施威慑 中国为了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并不想现在就发生冲突 因此我们需要做好两手准备 一是采用强力手段 维护自己划定的红线 海警的使法行为 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我们不能给菲律宾留下 任何侥幸的心理 二是展示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 让飞方知难而退 这里面包括05型万吨大区 和两栖登陆舰 两栖攻击舰等20多栖军舰 部署在南海 其整体实力 完全可以碾压美军的部署力量 从而让菲律宾感受到压力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中国可能为真正的摊牌 做好了预案 这里包括夺取坐摊仁爱礁的 马德雷三号破船 以及被菲律宾占领的中叶岛 菲律宾在马德雷三号上 驻守着几名士兵 一旦飞军打响了第一枪 中国必将夺取这座破船的控制权 因为这里原本就是中国的领土 无论是缴戒还是开火 中国都可以后发制人 彻底解决仁爱礁的问题 攻占这里根本就用不上大型两极登陆舰 用一艘登陆舰就足以完成任务了 但是如果解放军要攻占中叶岛 那么真的就需要好好准备 毕竟这里有机场 营房 菲律宾驻守的军人规模也比较大 非常有可能会发生低烈度的战斗 可言中国宣战在南海出动了 两极登陆舰和两极攻击舰进行演练 但目前这仅仅只是给菲律宾 一个更严重的警告 后续的行动如何演变 还要看非方的态度 同时中方也为发生擦枪作火之后 迅速而全面的控制仁爱礁 仙兵礁 做好了军事总统准备 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大国 但这绝对不等于不会选择摊牌 如果菲律宾还看不明白 解放军登陆舰进入南海的信号 继续挑衅 那可能真的要遭受严重的后果了